刚才有座 哈喽 各位伙伴大家好 今天真的很开心来参加花莲数位回栏松 这个对我本身也是一个全新的体验 我们这一组真的是高手在民间 有各方面的人才 我这边做一个简单的结论分享 首先我们是先从花莲这边有哪一些痛点开始 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Rush 他是一个连续创业者 他发现说在花莲这个地方 他的产业别可能太少 而且觉得说maybe这边有非常多的人才 所以他是希望说怎么样 我们来成立一个类似像一个共创中心 一个媒合中心 然后因为他本身从事这个餐饮这个类别 那是不是从餐饮这边去出发 那甚至后续呢 我们把相关的一些资源可以吸纳进来 然后慢慢的逐渐的可以去变成一个 好像餐饮的加速器 那这个部分在做法上 其实我们中间有非常热烈的讨论 因为延续着昨天我们有一个 我们有一个智慧花莲的一个论坛 那我们邀请了很多国际的大厂 包括AWS他们是在做云端的 然后包括远传他们是在做布设这个电信5G 这方面的设施 然后像伪创科技这些 那从这些大厂 其实他们对花莲是充满了非常多的想象 他们很喜欢这个地方 那我们就发现说 国际他有这样子大厂 有这样子他们的态度 他们的attitude是对东部这边是充满很多的想象 那在地呢 他们也有很多的这个需求 那计划当然是有非常多的这个approach的方式 那我们就觉得说 一开始是不是我们先把这些人聚集在一起 然后有一个小聚 那maybe是一个月可能一次或两次的这种分享 那在分享的过程呢 你就可以从在地的 或者说从来这边的一些数位游牧的人 他们对花莲这边有些哪一些期待 有哪一些痛点 希望有什么 或是说提出哪一些解决方式 我觉得那个讨论出来的方式是充满各种不同的这个可能 那在讨论的过程 其实我们也发现有一点就是说 因为其实花莲县政府对这一方 对在建构这个智慧 花莲城市也是非常 也很想要去朝这个方向去走 那在那个县政府也有一个青年发展中心 但是好像这个因为可能地理环境的位置 还有这个空间 就是说它的原始的初中跟最后现在有在利用的情况 并不是那么的理想 那就是就现有的痛点呢 是不是可以找到一个可能在市区啊 交通比较便利的 然后大家可以由民间来做主导的 那当然会非常需要政府部门也在旁边可以提供一些政策 或者说资源的一个协助 然后可以从就是产观学 把我们花莲这边学术界学校这方面的资源也把它纳进来 然后就是去布建一个很友善的一个数位游牧的一个空间 我们这边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分享 好那我可以帮忙加码问一下 如果想要加入这个社群的话 现在可以去哪里找到你们吗 你指的是哪一个社群 就是刚刚说这里可能会有一个小聚会社群 这个是我们刚才讨论出来的 就是经过热烈的讨论 那当然我们因为我们那一组有一个Rush 他是我们那个花莲这边加咖喱的那个老板 那他自己本身是一个连续的创业者 他现在大家看到加咖喱大概是非常的成功 他刚才讲说你们如果现在去吃饭 大家要排队一个半小时 可是大家没有看到他前面可能已经失败了 他说已经11家还12家 就是说没有成功 所以这个就是说有时候成功是很光鲜亮丽的 但是失败的经验其实可能更可贵这样 那如果说希望你看马上就有这样子的feedback 可见在花莲的确是有非常多的 不管在地或说外面来的人 是希望有这样的一个 maybe是一个空间或是一个组织 对那现在就是Rush他也很积极的 希望去朝这个方向去走这样 好那我们就期待之后 可以有一个实体或是线上的一个小剧可以诞生 OKOKOK好打一个小广告 我是联合创新加速器 我在我们在亚湾那个高雄亚湾新创园 那如果各位呢有机会到高雄 然后或者是说对新创啊这个部分 有一些那个兴趣的话都可以跟我们联系 好在FB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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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小心哦 好